818晚会导演谈 吴木野 Into One 刘宇舞台表现 我个人最喜欢的青涩艺术那个主题 是钢琴家吴木野和刘宇 他们联合表演的这么一段节目 吴木野和刘宇的搭配 就是一种很缥缈 很清冷 但是又让人内心很温暖的一个表演 所以它看似节奏不及不取 但是它给大家带来的美感和心灵的震撼是存在的 我们的缘起是因为要表达艺术主题的节目 我们需要艺术家来完成这个节目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到了吴木野老师 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钢琴艺术家 然后他做出来的音乐 他弹出来的旋律非常的动人 就当时我脑子里就有画面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到了小宇 觉得他非常的适合 他是一个中西的对撞 就我们希望看到的是钢琴 和我们中国的文化的一种对撞 吴木野老师的那个音乐特别的流畅 所以给小宇的动作 也是极为流畅的行云流水 大家看着可能他行云流水坐下来 但实际上那个动作难度是非常的高的 需要非常专业的舞蹈演员才能完成 但是没想到小宇可能两次 他就学下来了 当我再看到他的时候 他已经把那个动作练得非常溜了 长在自己身上了 就是对于小宇这样年轻一代的歌手 然后又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严格 把每一个作品 每一个舞台都完成好 我觉得为他这种精神还是点赞